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述 本节目以太不共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印科主板的新书 李一所写的失败者回忆录 李一是在1936年出生 去年的年底 2022年刚刚故事 在他去世之前 他很长的时间 在写他的回忆录 当然 这回忆录到他去世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写完 不过留下来的篇幅 已经非常的多 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印科出版将他分成上下两卷 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 李一他回忆录上卷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李一在香港很长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 代表性左派文人 不过到他写失败者回忆录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 从这样一个拥抱祖国 支持共产党的左派文人 转而变成强烈反共 甚至因为反共而离开了香港 在生命的最后 定居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位文化人 他回想他自己的生命态度的形成 当然他是个文人 是个知识分子 阅读极为重要 回忆录里讲到了年轻时候 所读过的一些书 他说阅读当中最触动我思想感情的 是19世纪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其中托尔斯泰·切勾夫 杜斯托尔夫斯基作品的 人道主义深刻反映现实 和对感情世界 对人性的解剖挖掘 都是我深感震撼 长篇小说当中读得最仔细 和写过长篇独厚感的 是托尔斯泰的复活 中短篇小说读得最多的是切勾夫 1958年他说 我买了一共27本入龙翻译的 切勾夫小说选集 这套书收藏至今 切勾夫的故事 也常常被引用到 李一所写的视频文章当中 比如说第六病房 小说讲的第六病房 是当年俄罗斯收容跟治疗 精神病人的病房 与其说是病房 不如说是监狱 阴森的铁窗 残酷的毒打 那些不幸的病者 其实就是囚徒 小说的两个主角 一个是病者 格拉莫夫 另外一个是医生 拉金 格拉莫夫讲话 既像疯子 又像正常人 他重复讲人的卑鄙 欠他真理的保理 说第六病房的铁窗 重大拿响起 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 格拉莫夫 格拉莫夫被送到第六病房 是因为有一次 他看到一对被押解而过的犯人 他图肝恐惧 明白过来 他原来就生活在 沙皇恶国的这个大监狱里 而且永远无可逃遁 他觉得自己有一天 也可能戴上手铐 被人压着送进到监狱 他虽然没有做什么错误的事情 但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 难道法院公证吗 越想越害怕 逃避 躲闪 欲无论次 就被人家怀疑 患上了妄想迫害症 所以送进到第六病房 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去治疗格拉莫夫的医生 拉金 拉金看来 医院的时候 想要建立一个合理健全的秩序 但是他深深感到 在黑暗的现实里 自己是多么样的软弱无力 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 躲在家里喝酒 看书 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 拉金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态度 找一种解释 久而久之 他就产生了一种 对现实妥协 自欺自然的哲学 在病房里 格拉莫夫对医生说 是的 我有病 可是要知道 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 因为你这蠢才 问不清 到底谁是疯子 谁是健康人 为什么是我 跟这个病房里 几个不幸的人 被关在这里呢 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 在道德方面 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 都要卑鄙的多 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 而不是你们呢 格拉莫夫的话 让医生拉金 身受震动 他经不住 和格拉莫夫 谈人生社会 等等的话题 格拉莫夫 驳斥他的 美好时代 一定会到来 那是 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学 让拉金 他也逐渐认同 社会上的虚伪人群 才是疯子 于是他在跟其他人 谈话当中 也开始表达了一些 愤世技术的意见 他的言谈 也开始被认为是疯化 最后医院的同事 指他就是疯子 把他已关进到了 第六病房 而且他就在 第六病房被折磨致死 小座告诉我们 其实真正有病的 哪会是第六病房里的 这些人呢 是病房以外的人 虚构的小说 反映了真实的世界 在这里 李一联想到 末代港督彭丁康 回忆他离港前 去视察一间精神病房 一个病 一个病人 一个病人问他 英国作为古老的民族国家 为什么你现在要把香港 交给一个集权国家 而在这个之前 没有征求一下 香港人民的意见呢 彭丁康当时就觉得 虽然这是精神病院 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但是呢 他却问了一个 最有理性的问题 另外 李一继续提到 那就是他读 托尔斯泰的复活 1959年 他曾写过一篇书品 复活与托尔斯泰 在文汇报的 文艺周刊看出 文稿跟简报 现在都找不到了 不过记得 那个时候一定是感受很深 才写出来的 复活是让李一难忘的一部小说 复活是托尔斯泰在他出版著名的小说 战争与和平 和安娜卡利尼娜之后 封笔25年 在1899年 写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在这部小说当中 没有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利尼娜 那两部作品 那么重视细节的描绘 立体的人物 而是贯穿着 托尔斯泰 他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 是托尔斯泰 经过长时期 对于第二时期社会的观察 对自己作为大庄园主地位 还有年轻的时候 荒唐生活的深刻反省 因而形成了一套 以和平非暴力 去反抗暴政 和畸形社会的哲学思想 小说里有多层次的思想内涵 这就是这部文学作品 最有价值的地方 复活的主角是贵族青年 列克刘道夫 他又见了姑妈家的四女 卡丘莎狠心离去 而卡丘莎却怀疑了 又被他的姑妈给赶走 流落成为妓女 后来卡丘莎涉嫌谋杀 出庭受审的时候 刚好聂和刘道夫 是陪选人之一 卡丘莎这个时候 已经认不得 扭黑刘道夫了 但是呢 他因为反省 自己害了卡丘莎 所以卡丘莎被判刑 应该要流放到西伯利亚 聂黑刘道夫 出于赎罪的意念 就甘愿一路 陪同卡丘莎流放 在漫长艰苦的流放途中 聂黑刘道夫 和囚犯们密切接触 听他们的经历故事 他慢慢察觉 在自己迷人繁华的 贵族生活之外 这个世界充满了 压迫痛苦野蛮 而他以前对这些 都是视若无睹 他总刮当时 俄罗斯的囚犯 四种人 第一种 本身没有犯罪 纯然是因为 法庭错误判决的牺牲者 第二种 几乎任何人 处在他们的情况底下 都会犯罪的人 比如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 被激怒 而诉出于暴力的人 第三种 是确实犯了罪 但相对于 他所犯的罪 社会对他犯的罪 却大得多 最令人唏嘘的是 第四种人 他们之所以被判犹罪 只不过因为 他们的道德 比社会上 其他人高尚 这种人 也就是政治犯 这样的悲悯概括 让当时 读到这个小说的礼仪 深感震撼 历史著作 法律著作 都不会承认 被关起来的罪犯 就只是 这四种人 但是如果从 人道主义的观点看 却不得不承认 这个说法 反映了社会真实 试问 有哪一种罪犯 能够离开 这四种情况呢 其中的政治犯 那是所有民主国家 文明国家 都不存在 只有专制政权 才会有的 罪犯类别 政治犯 不是为了 个人私利而犯罪 是为了公众权力发生 成为体现公民 应有权力而行动的人 在自由和人民权力 受到压制的情况下 多数人 不说话 忍着 明则保身 但政治犯 选择挺身而出 他们不只因此 遭受了苦难 甚至还会受到 保持沉默者的埋怨 甚至攻击 尽管政治犯的主张 不是人人都赞同 行为也有可疑之处 人格也不无瑕疵 但是关键在于 他们都不是为了 私人的利益而犯罪 是为了平民百姓 应有的权利 而被认为犯罪 如托尔斯泰所说的 他们被治罪 只是因为 他们的道德 在社会的平均水准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 却变成了被治罪的理由 那么 这样的社会 能走到哪里去呢 当然就是 道德轮上 托尔斯泰在小说 《复活》当中 用整整的一张 操入一段一段的 圣经言文 借经文 宣扬他的爱与宽恕 和平与被暴力的思想 从来没有任何一部小说 会这样整张操入圣经 这还是小说吗 还是一堆说教 那个时候 年轻的礼仪 信仰无神论 对基督教不了解 也不接受 可是就这样读 小说 《复活》里 圣经的经文 竟然读得下去 因为经文 是承接着前面 铺承下来的故事 使人觉得 只有直接输出于 关于爱 和宽恕的 这种经文的内容 才能够在主角的批判现实 人道精神 和个人作为犯罪集团 议员的贵族身份 这种悔罪当中 找到出路 李一 这么多年之后 仍然深深记得 托斯泰的复活 告诉我 宗教与社会 与人事的苦难 紧密相连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藏 是英科出版的新书 两卷本的失败者回忆录 作者是李怡 我们在节目当中 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 上卷的重要内容 李怡 她原名是李炳尧 1936年出生 后来为什么 大家认识她 都是李怡呢 在回忆录里面 她就特别讲到了 这个名词的来历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 是六十多年前 和她的妻子 梁丽怡 谈恋爱的时候 以她的名字的谐音 而用的笔名 以用六十多年 现在大家认识的 就是李怡 六十多年来 在政治运动 不断的前二十年 她的妻子 梁丽怡 受过非常多的压力 磨难 斗争 甚至那个时候 梁丽怡 她的妻子 在深圳教书 而李怡在香港 两个人 有很长的分离期间 不过呢 梁丽怡 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对李怡 不离不弃 后面三十年 李怡伴李怡同行 对李怡写作生涯 有着关键的影响 说明李怡 或者是齐心的文章 也躺着 利益的心血 有着她的资源 和直接的助力 李怡回想 1976年4月7日 她跟妻子下班回家 刚进门 女儿就喊 邓小平倒台了 女儿是从电视 刚播出来的新闻得知 那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泽东做出的撤销邓小平 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连小女儿都知道 父母多么关注中国的政局 因为那是对于 他们的工作生活 有直接影响的事情 梁立宜到香港 前两年 是中共的文革后期 中共党内 要求恢复旧有秩序 挽救 濒临崩溃的经济 这是周恩来跟邓小平 他们是官僚派 和毛泽东江青 强调要继续革命 反对付救的 他们是极左派 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 极左派操控了宣传系统 也影响香港许多 指示到跟风 而不知道中国社会内情的 左派员工 不过梁立宜 在深圳待过这么久的时间 她当然知道 中国真实状况 具体状况的 所以梁立宜 几乎每一天 都跟李怡 夫妻两个人谈大陆证据 帮助她的丈夫 掌握时事 没有随着中共舆论 批凳的风潮而起舞 1976年 李怡在办70年代杂志 这个时候 原来租的旧楼要拆 他们就找到了装饰尊道 属霍英东的物业 要成立天地读书公司 这个时候 妻子去帮她奔走集资 协助创设了 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书店 1976年 斯尔蒙事件之后 妻子投放时间精力 帮她分析时局 让她用其心的笔名 所写的评论中国片局 这些文章 建立了一定的地位 接下来 70年代杂志的分析 慢慢地就从 党内斗争 反极左的层次 进而探讨 中共整个体制的问题 尤其是批判中共的特权阶级 触怒了直接管港澳工作的北京掌权人 主要是廖成志 于是她当时编的70年代杂志 就从受中共回朝派的欢迎 变成了被他们压制 而李懿也在海外知识人的印象底下 从对中国认同 转而进入到了重新认识中国的历程 和中共反向互动的结果 促使李懿 关键地就带着她的70年代杂志 脱离了左派阵营 离开天地独立经营 在这段跟中共分离的认知的过程当中 李懿特别回顾 她的妻子 亮丽仪 每一步都跟她同行 她说为此她放弃了安稳的中资机构的工作 中资提供的廉价居促也被收回了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以为李懿会犹豫 毕竟她的家庭出身跟事业基础都源自中共党 但实际上她很坚决 在艰难的经济压力底下 李懿想依靠过去在大陆的人脉关系做生意 赚点钱协助我重建一个独立的舆论阵地 但她的诚实使得生意没有成效 有一次她到北京去接洽事情 还差一点因为李懿的关系被查扣 她的挫折不比李懿来得少 脱离中资阵营之后 一项认真工作的第一 变得有一段时间 无所事事 有点落寞 1983年 日本亚西亚研究所跟我联系了之后 邀请李懿到日本担任客座研究员三个月 其后她又在三菱总和研究所的刊物上 撰学关于中国市场的专栏 70年代杂志是在1970年创刊 1981年转而独立经营 1984年改名叫做90年代 1998年停刊 一共办了28年的政论杂志 不用说常有一些文章或者是采访 引起了争议 杂志结束了之后 李懿说 我未停止过在报章上写政论 同样也受到了不少的攻击 在香港仍然有言论自由的保障下 不畏诠释或许不是太难 真正困难的是不畏群情 当群情汹涌地说你错了 而你相信自己是对的 你能够坚持吗 李在这里他就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说在发生木马屠城的特洛伊城遗址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面古铜镜 铜镜后面刻了一段古怪的名文 许多考古学家去看 却怎么看都看不懂 古镜就放在博物馆里 20年了之后 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来看铜镜 他拿出一面普通的镜子 照着铜镜背后的名文 好 马上就发现了 原来那只是左右倒转写的希腊文 镜子一照 名文就清楚了 上面写着 自我最亲爱的人 当所有人认为你是向左的时候 我知道你一直向右 这段文字就导出了 名文为何左右倒转的原位 许多民族都有左背右转的观念 你看英文里面 right既是右也是对 这位铜镜大概就是美丽的海伦 留给她的苦命情人的吧 她告诉Paris 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愚蠢错误 但是海伦绝对相信她 是right 是对的 当然这不是真实的故事 这是杜传出来的 不过却让李怡想了又想 想什么呢 人生的道路并非笔直顺畅 错者弯路难免 有的时候是因为选择错 有的时候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是非价值而碰壁 人总要忠于自己 但忠于自己不等于会成功 事实上坚持己见的失败机会更大 大家也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失败者回忆录 因为要坚持己见 要保守理想 相当程度上 你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会变成一个失败者 不过当输了失败了 就有很多人认为你是愚蠢的错误者 如果始终有一个人在你身边说 我绝对相信你是对的 这种情感 这种信任 自动坚持 助于让人度过困乏和难关 李毅就说 回顾我一生的编写生涯 受到种种批评 乃至于铺天盖地的围剿 是常有的事 但过去总有一个声音 而值得就是他的妻子梁立宜 在我身边跟我说 你也许不合时宜 但你是对的 也是应该要这样做的 通常开始的时候 这只是一个人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太重要了 所以李毅也就回想 在妻子梁立一离去之后 我在困难时刻 仍然会在冥冥当中 听到这个声音 于是挺起身 继续走自己的路 他挺起身 走自己的路 也就包括 从原来的这样一个左派文人 后来如何的挣扎努力 让自己离开 党跟政治的拘束 尽量地走独立的道路 乃至于到后来 香港发生了这种种的变化 变局 就使得他变成了一个反共者 用受在这本书里 陶杰所写的序言来说的话 那就是 李毅转向关怀 他成长了香港 2019年香港年轻人的社会运动 引入国安法 李毅意识到香港一国两制正式终结 自己的安慰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时候 他跟中国告别 转而支持香港年轻人的独立和奋斗的抗争精神 他认为这就是少年中国 从五四以来的延续 而且在前殖民地的香港 李毅不主张党独 态度 因为他始终是经历过中国大地的过来人 他只希望世界和平 中国好 希望中国人过好日子 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能够在自由的精神文明环境里存存 但是李毅万年觉得 连这一点希望都幻灭了 他就只能够在精神上支持 台湾跟香港下一代 找寻自己的路 是在这样的心情底下 李毅写下了 他自己一生的回顾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 推荐给大家的失败者回忆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